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熟悉他的粉丝应该知道 他是近年来被杰尼斯斯武所最利捧的爱豆吧 可以说是 可是关于他的一些丑闻呢 在圈内也是流传的非常的广泛 例如旧盛传他是锦子社长的女儿 现在是高中生的女千金的男友 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份 所以盗智俊佑才被捧得这么厉害 盗智俊佑呢 可以说是被锦子社长 基于是 亚麻批三下至九的接班人这样的位置吧 所以 那尼波丹西从2021年出道以来 先不说团体吧 盗智俊佑个人的资源也是源源不断 这个讲个比较有趣的新闻 就是之前他不是拍了电视剧和电影吗 尤其是在电影里面 跟女主角有两次的吻戏 据说在街拍这个新闻戏之前呢 锦子社长的千金可以说是大发雷霆 就觉得自己的男友要和其他的女星去拍 这个戏就非常的抵抗吧 然后最后还是 这个千金还是在锦子社长的几次说服之下吧 终于同意男友去接拍电影 但是呢 也是因为如此呢 盗智俊佑在两次吻戏之后呢 对于自己的千金女友呢 也是更加的唯命是从吧 可以说是 然后再说一下 捷律师创始人喜多川的性侵男爱豆的丑闻的进展 最近呢 作为捷律师务所的两大赞助商 日本航空也就是加鲁 还有 还有一个赞助商就是说 先是先说加鲁吧 也日本航空已经 这段时间以来已经陆续收到了顾客的投诉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会启用一个丑闻 丑闻遍布的 捷律师务所旗下的爱豆作为代言人呢 所以呢 现在日本航空内部也是非常的矛盾吧 只有极少数的股东觉得应该是继续启用捷律师爱豆 但大部分的人觉得还是应该从明年的广告合约更新开始就不再启用捷律师爱豆 这个事态呢 我们会继续关注下去 同样和加鲁面临着一样的压力的 还有 捷律师务所的另一个大赞助商 也就是松下 松下作为国际性的企业呢 最近也是远远不绝地收到来自客户的投诉 也就是旗下的广告代言人的捷律师务所爱豆的代言是否应该继续的问题吧 最近松下内部的股东大会呢 也是在也是已经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跟加鲁一样也是关注点是在于明年的合约是否会继续启用捷律师爱豆吧 所以说呢 怎么说 预计今年内呢 捷律师务所是不会灭亡了 但是这个创神喜多优川的信酬问题呢 会有一个比较会对捷律师务所的前途有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呢 要有两个看点 一个是年底的NHK的红白歌会的捷律师爱豆的出演的比例 另外一个焦点呢 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些大的广告赞助商是否会在明年 因为广告合约一般是一年更新一次嘛 在明年更新的时候是否会继续启用捷律师爱豆 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请关注点赞本频道 谢谢